你现在收听的是敏迪选读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帮大家带了一个 可以决定台湾外交政策的当事人 让我们欢迎台湾队长蔡英文 谢谢 谢谢敏迪 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最近这两年台湾越来越多欧洲访客了 想问总统您的欧洲布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台湾的议题现在在国际上是被关注的 台湾被关注的程度 现在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时候 台湾在这几十年来的发展 变成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且是一个贸易能量很大的国家 在我们的生产的货品里面 有些都是具有全球战略性的意义 比如说半导体这样的产品 它是一个大家在这个特别的关键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 必须去关注 同时台湾所代表的价值 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全球的所有的国家觉得都必须要去注意的 比如说民主的价值 自由贸易的价值 还有战略的这种安全的供应的这种价值 这些都是全世界现在大家共同聚焦的议题 我想这对台湾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候 那我们也应该深思熟虑 就是说在这个题局里面 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要发挥什么样的正面的功能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那至于欧洲 在长期以来 我们好像相对于美国 日本欧洲好像是比较遥远的地方 对不起我的小猫在 先讲在巡逻 他对欧洲议题有兴趣 所以他现在出现 都是他的决定 然后他也会适时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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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